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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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媒体报道 3月16号 杭州游客邓女士通过旅游平台预定了一家成都的民宿 三晚的价格为345元 几天后 邓女士接到民宿电话称 民宿正在装修 希望其主动退订 但邓女士发现 该民宿在其他平台出售同日期的同款房源 涨到500多元一晚 无独有偶 有着同样遭遇的苏女士表示 4月初在平台预定了房子 4月15号 房东称房子已经卖掉了 不租了 并要求退单 我把那个房子退订之后 发现在原来的平台上还可以再下单 只不过价格比我当时买的时候贵了200多块钱 4月23号 民宿毁约冲上微博热搜 不少网友发帖描述自己的相似遭遇 而在这些事件中 房东毁约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 有的说房东债务纠纷被法院拍卖 有的说水管爆了 有的说需要装修 有的甚至称民宿已倒闭 总之 都是希望尽早取消订单 许多消费者为此进退两难 据消费投诉网站黑猫投诉统计 近期 酒店及民宿相关投诉量整体明显增长 3月25号至4月23号 酒店相关投诉量达到3526单 环比增长56.36% 其中 涉及砍单问题的有114单 民宿相关投诉量为402单 环比增长了77.88% 在涉及砍单的投诉中 商家多以满房装修等理由拒绝用户入住 并且要求用户自行退款 临近出行的时候突然遇到这种事情 确实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深山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行为应该如何来界定 这个民宿的经营者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说像这种擅自的这种进行一个退订 或者单方的这种退订和毁约的这种行为 那其实来讲是属于一种违约行为了 那如果说出于这个经营者的自身原因 导致的说我没办法履行这个合同了 那这也说属于违约了 那当然我们还要看 如果说像小片里边也提到了 有一些就是编造了各种理由 等你解约了之后 然后我可能以更高的价格再进行出售 或者是再进行一个售卖 那这个的话其实来讲已经是涉嫌到一个欺诈 而且这种就属于一种非常严重的恶意的这种违约行为了 那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 我们说他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违约责任 对于消费者我们说可以向经营者来主张赔偿这些相应的这种经济损失 比如说因为你的这种违约行为 导致我又要重新去订这个酒店 或者说订另外一家民宿 相同的时间大概的位置相同的品质 大概的品质相同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比之前预定会多支出这些费用 那其实多支出这些的费用 就是属于你违约给我带来的这些损失 它是可以向这个经营者去进行主张的 就这损失是应该由这个违约的经营者来进行承担的 对的 是不是说即使他说到那些理由 比方说正在装修啊 或者水管爆了呀 这理由真实存在的话 他也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 对 因为我们说这种的话 就是属于是确实是真实的存在的一种情况 他仍然还是要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他没有办法按照当时合同的约定 来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 对 但是我们刚才讲 他说比较恶劣的是属于是 他编造了一些理由 以虚假的理由 来诱使你进行一个解约 那这其实来讲就是属于一种欺诈行为了 对 不仅仅是违约 而且是涉嫌欺诈的一个存在 那 那居民你会如何看待这种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看上去经营者 因为临时变卦 临时违约 好像是多挣了几百块钱 但是对这个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 你觉得会造成一个怎样的影响 肯定是不利的 经济学上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个人个体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那么算到这个案子上面的话 其实就是个体精打细算 可能会导致这个行业面临的损失 就比如刚才岳律师也提到了 像这些有些民宿的房东 各种的理由 那么无论你是跟这个消费者跟民宿 是一对一还是通过平台 最后可能的惩罚措施 要么给你一个补差 要么给你平台给你一些优惠券 甚至可以给你一个三倍的 一个定金的一个赔偿 这个价格跟它最后提升到五倍 依然有很大的盈利的空间 所以这个消费者跟这个房东之间 其实不是一个完全匹配的一个权责关系 那除此之外的话 要知道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消费者的信心 比如我们很多的旅友 你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几个月 提前订了一个房子 最后你这样说爽约就爽约了 那么他怎么能重塑这个信息呢 很难 所以他对这个行业的态度就是 这个行业太脆弱了 要重塑这个信息非常的难 这些原本上的服务行业 这个民宿来讲的话 他没有花大量的精力 修炼内功 修炼服务 而是在这些定价上面 筋打细算了 所以旅游者 这些旅友的话 他下次可能就会选择 相对比较安全 或者价格比较稳定的一些 比如连锁酒店 或者大型的连锁民宿 所以这是对行业是有一个损害的 本来其实这些年 我们的民宿发展是很快的 而且很多年轻人 对这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是特别热衷的 即使是在疫情这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民宿 也是发展的很好 但是这个事情 的确可能会给 民宿行业的长远发展 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 所以现在各个预定平台 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视 面对众多的民宿经营者 毁约的这个情况 有多家预定平台就回应说 平台方面将会坚决的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 具体会有哪些措施 也来了解一下 相关平台的回应 多半都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给出了方案 协程表示 针对消费者遭遇的相关问题 会按照消费者意愿 协助取消订单 或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 平台将协调为客人安排 原标准或以上级别的房间入住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定范围内差价 美团民宿客服则表示 会按照相应的客户保障进行赔付 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比如说最高可以给到当天防费 三倍的这么一个差价补偿 但如果说他不想在这住了 我们也会给他协调周边的附近的 同等级的酒店 让他先住下来 至少从体验上 从心理上先得到一个安抚 我们会针对五一期间入住的订单 帮助用户进行二次确认 针对小部分确实存在的订单违约情况 帮助用户安排同等级的房型 或更高级别的房型入住 另外 对爆出的毁约行为 平台方均表示 任何商家产生订单的违约行为 均会受到相应处罚 对于违规的商户 我们将根据商户违规行为管理办法 从严从重去处罚 把这些商户拉入黑名单 并公示在商户的黑榜中 严重者将在所有的分销区到下线 把消费者安抚以后 我们才会回过头去跟酒店商量 到底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违规 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合同 对你进行处理 我们看到平台方向 拿出的这个处理方案 一方面的是补偿消费者 另外方面也是在 惩戒那些经营者 那实际你觉得 现在他们拿出的方案 对于这个事情 未来的一个走向 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 如何评估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 这个向好方向的 这种走向的这种作用 但其实来讲 我们还是要看说 就是对于这个违约的 或者说恶意违约的 这些经营者来讲 他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那么的高 因为我们会看到说 某些情况下 他毁约的这个成本 是远远低于 他违约之后 所带来的这种收益 也就是说 他的这种不诚信的行为 反而会给他带来 更高的这种收益 那这个显然来讲 是必须要 不能让他再因此活力 就钱赚到手了 但是最后的这个处理 轻描淡写 对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说现在就要看平台方 因为平台方和这些 入住的这些经营者之间 他们之间也是有规则 也是有协议的 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约定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 一定要把他们的这违约 所带来的这些收益 给他打掉 不要他因此而活益 这样的话 他就失去 至少在经济上 他失去了这种 在做这种违约 或者说恶意违约 这种行为 这种动力了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说根据电商法的规定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话 作为平台的话 他是要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当然如果他发现说 他已经知道了说 在这些商家 有在他平台上 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时候 他其实要采取相应这种措施的 如果说他没有采取措施的话 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消费者 应该是积极去违约 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应该是让他的这种 毁约的成本 要远远的高于 他这种违约的这种收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说如果平台方 能够提供给消费者说 你来要找这平台的信息 要知道他的经营者 知道他这些注册信息 只要平台能够提供 基本上平台他就免责了 如果说消费者 对这个处理依然不满意的话 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个 诉讼的程序 当然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说平台 他是给消费者和商家 他是双向的提供的这种服务 他其实对消费者 也是一种服务 他对消费者所做的承诺 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按照他的承诺来履行 那如果说消费者认为说 这种结果对他来讲 仍然不满意 他仍然是可以去 要么是向相关部门去举报 去投诉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 来主张自己的权益的 那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消费者 想通过诉讼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您作为一个律师 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建议 就是现在哪些东西 是要保留下来确认下来 对 其实这个的话 就是最开始 我们当时的预定的这些订单 包括说对方 跟他沟通过程当中 所给的那些借口的 这些信息都要留存好 因为这个的话 可能会在平台的这种 这种沟通软件上面进行沟通 而且我们现在 对于电子商务的要求的话 或者对于平台的要求的话 就是这些订单是要保留的 这个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删掉 这个平台是有义务 对 这个法律的程序 保留这些后台的数据 对 所以说只要是 我们能够找到说 对方跟你说 说我是这个原因 我说我水龙头坏了 或者说房东跑路了 或者说我房子卖出去 但是其实跟你解约之后 他仍然在网外出售 甚至在别的平台出售 你只要把这些证据固定好了 就没问题了 就能够主张了 是 所以不管怎么着 我们不希望最后走到诉讼程序 但是如果说真的权益 得不到保障的话 诉讼也是一个 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和渠道 那居民 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 来讨论一下 就是这次的这个毁约潮 我们发现 主要是发生的民宿方面 就是虽然这段时间 整个的五一期间的 这个酒店的价格 都在大幅度上涨 但是传统酒店行业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我们没有发现 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这中间 会有一个怎样的区别 为什么在传统酒店行业 相对就比较稳定 对 您这个角度特别好 它只好可以类比一下 因为相比较传统的酒店行业 民宿 它相对比如说 门槛比较低 然后约束比较弱 所以会导致 它的违约成本相对会比较低 会出现一些违约的乱象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刚才您也听到了 就是平台非常的重要 很多平台 不像我们平时电商采购 它这个平台给民宿打分 有的时候是 你在消费之前就打分 那么你只要分数 一旦有了的话 那么不像我们 以前买一个产品的话 你消费之后打分 所以消费者 相对的话语权比较弱 你会看到一个民宿 它给的分很高 但其实它的服务 没有那么好 这个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好像我们去吃快餐 先买了单 再吃东西 不好的话 你也就认了这个事情 主动权不在你手里 对 不在自己手里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首先民宿很多入住的门槛 也比较低 有的平台甚至连保证金都没有 并且有的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 办一个工商 一个许可 它就个体基金就可以做了 自己开一个 小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账号 就开始运营了 没有相关的监管 但是对比传统酒店的话 这个明显就比较明显了 比如我们传统的酒店行业 你先不说别的 它的监管部门 有这个文旅 世间 甚至包括它有税务 包括消防 安全 都有 它有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 除此之外 评级 一个酒店想要评级 这个程度也比较高 比如包括你的这个硬件 比如你的这个平米面积 服务人员 甚至包括你的营收 所以你要评一个五星期的酒店 没有那么容易 相对门槛比较较高 那除此之外 酒店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市场的约束 就酒店是个相对充分 比较竞争的行业 你隔壁的一家酒店多少钱 你是自己知道的 你一旦涨价的话 这个弹性一旦大了的话 别人就不来你这里了 所以它的市场相对比较规范 那么就基于这些的话 所以传统酒店行业 即便你可能随行旧市 可能在旺季的时候 你涨一下价 但这个不会造成大幅的违约影响 而且尤其是一些酒店 比较连锁的 包括一些大型的 这个连锁的民宿 它的运营商的话 它也会提前一年 把各个节日的这个价格 给它锁死 所以它相对的话 违约成本比较大 也会比较更特的 在于自己的商业 这种无形的成本 其实就刚才深山也提到的 就是如果它的违约之后 给它带来的代价足够大的话 它是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 而民宿可能现在就是 存在一个还规模比较小 然后管理又比较松散 所以一旦它违约的时候 即使平台方给它一个惩戒 但是也不足以让它感觉到非常痛 所以说这种违约的成本 的确如何进行一个规范 也是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次集中出现民宿违约的情况 也是折射出了这个五一假期 非常火热的一个市场需求 这个周末就马上就要进入五一假期了 那么这几天我们也看到 火车票 机票 景区 酒店 都是迎来一个预定的高峰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山西太原 节前客流预计从4月28号进入高峰 太原南站预计4月28号到5月4号发送旅客98万人次 同比增长85万人次 其中旅游客流占大半 太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五一游客整体报名偏早 在4月15号之前 游客报名量就占到了旅行社机位和车位总库存量的50% 整体来说 今年定制游的这个出游的比例呢 我们大概来看呢 约占了我们这个整体旅行社业务量的三成左右 在敦煌4月17号当天接待游客11745人 相比2019年增长25.44% 单日游客破万人 敦煌提前进入旅游旺季 在安徽九华山峰景区 各大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也迎来了预定高峰 目前五一的前期就是28 29 30 已经基本上预定完了 然后后期的一二三 三天目前也预定了50% 铁路部门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日运输期为4月27号至5月4号共8天 截至22号14时 已售出小长假火车票4657万张 民行方面 五一假期订票已超600万人次 市场热度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另外 相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 国内游预定量同比增长超12倍 追平2019年同期水平 出境有预定量同比增长超18倍 从车票 酒店 景区各项预定数据来看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 预计将会迎来一个大幅的增长 甚至可能会大幅度超过疫情之前的2019年 我们现在回到民宿毁约这样一个话题上来 实际上你觉得我们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亡羊补牢 然后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最直接和最见效的一个应该还是要抓住平台 就是说我们的平台还是要发挥好它自身的这种作用 包括说设定好相应的那种规则 然后管理好自己的这些入住的这些商家 那来规范他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正 或者说诚信的一个经营 一方面他们有责任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有手段 对另外一个的话 可能还需要我们的相应的这些监管部门 可能还是要再完善一些相关的这些制度和法律法规 然后来引导这行业健康的发展 因为我会看到说 现在其实很多都是还是归属于地方当地 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规则的这种设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各地都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又会发现平台的话 它可能是全国性质的 那这上面的这种区别 是不是可以考虑如何来进行一个平衡 还有一个就各个平衡 平台之间是不是能够打通 包括说一些不诚信的经营行为 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联网 包括说在某些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相应一种公式 从而说增加他们的这种违法成本 平台和地方政府应该进行一些合作 那君明你觉得怎样的一个民宿行业 民宿的市场 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 怎样才能够既有利于消费者 同时又有利于经营者 让各方实现一个双赢 对就是这次反正很多毁约涨价 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是涨价这件事情 本身是中性的 随行就是这个事情是中性的词 但是随行就是我认为也要立足于长远 不能够饮阵止渴 就包括很多其实无论是个体企业 还是民宿企业 它是扛过了寒冬 你何必要饮阵止渴呢 那么这里面其实我觉得 首先我特别认可 岳律师刚才讲到的 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一样 它是要赶紧要形成一个规范 正好今天您在这里 用法律的一个词汇来讲的话 就是把一些非标的一些行为 变成一个标准的行为 便于整个市场管理 降低整个消费者 它的一个行为的成本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第二个还是回到民宿本身 就是民宿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它有好几个维度 一个是它相对比较便宜 第二个它非常的有特点 有个性 我们当时说就是 很多房东是把自己的 这个共享空间拿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城市里的 尤其是一些小资的青年 他厌倦了这种城市 带滤镜的生活 想去一个没有滤镜的地方 但是现在有一个 我认为比较负面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很多民宿 不知道二位没有感觉 千篇于律 动不动就是 比如说有些日本简约风格 或者欧美的一个大泳池的 这种风格 那么其实用的是 清一色的这种画画 这个壁纸 这个包括床单的铺设 那这一方面 其实我还是认为 更多的民宿 还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品牌 消费者也要更多的理性选择 那么民宿应该结合 当地的特色文化 包括餐饮 比如像最近比较火的 您老家那边 像资国 最近其实有一些特色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像一些海南这些地方 他会跟自己的一些饮食 包括一些水果 结合 以伤促结 然后以结促伤 双向循环 那这个时候 旅游者也好 消费者也好 他们都会抱有 最大的诚意来这里 体验这样的生活 住只是一方面 你提供一个配套的服务 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内供的一个过程 那么外供的话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 这个价格的 我认为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次要的 你只要服务好 酒香不怕香的深 依然还是有 更多的这些游客 愿意为你这个服务买单 并且提高我们旅游业 最大的一个痛点 那就是负游率 很多地方 其实我估计 可能两位是一样 很多名声古迹 我们去一次就算了 最多可能未来带孩子 带亲人再来一次 那么怎么提高负游率呢 其实更多的 还是看当地这样的服务的特色 所以我认为这一点 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 其实这次出现这个事情 也是对这个行业 进行一个提醒 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一系列 可能会阻碍它健康发展的问题 这个行业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好的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这次集中发生的民宿毁约事件 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 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 介入及时有利的处理 不能容忍这种乱象 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近几年 民宿业是在蓬勃的发展 成为旅游市场上的一股 新生的力量 而部分的民宿 为了一时的利益 临时毁约 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形象 也会给整个行业 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 事实一再证明 在市场经济中 只有彼此尊重 信守契约 才能实现各方的供应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贡献的精彩观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